新北市长朱立伦今天下午南下台中和台中市长胡志强联媒体验BRT公车 而对于记者提问是不是因为胡市长选情紧绷所以来相挺 朱立伦说跟选举没有直接关系 朱立伦和胡志强两人手牵手走向BRT站 朱立伦今天抽空到台中体验BRT公车 满车的乘客两位市长只能全程站着 我们看到这个其实下午三点钟这个时间应该不是尖锋的时间 而这么多的市民愿意来搭乘 那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将来对所有的大都会 有一些公车体系都可以做一个整合 朱市长是很惊讶 下午三点钟也挤满满 那到了五六点不是北线不通 不过我很高兴 我看到每个做BRT的人脸上都带着笑容 不过有记者提问 是不是因为胡市长选情紧绷而来相挺 朱立伦说 没有那么会预测 我们约了三个月的时间 因为前面的我的议会的总咨询 结果结束之后本来是三个月 那胡市长后来他议会还在开 所以我们就后来这个延到今天来 那其实这个跟选举没有直接的关系 台中BRT公车从今年七月通车以来 已有马总统 行政院江院长 以及多位蓝营正要到台中体验 已在选战倒数时刻 营造团结选举气势 新航亚特电视秋天喜 台湾台中采访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核之神